蕴藏无上智慧,说头事事天机 对于人类来说,大部分人的睡眠时间要占到人生的三分之一左右 当人们休息不好的时候,除了感觉疲惫和劳累之外 还有可能会诱发其他的突发疾病 所以,拥有一个好睡眠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医上讲,人的元气是先天之本 虽然每个人的体质各有不同,所以先天的元气不能补充 但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元气不足的人稍微充点元气 那就是睡觉 除了睡眠有助于养生之外,睡眠中也蕴含着佛学的智慧 我们的祖先早就领悟了 人睡三觉,命笔纸薄的真谛 这句话说明,有三种觉是不能随便睡的 那么,先人们说的三觉是指我们生活中的哪三觉呢? 如果日常中我们保证不了充足的睡眠的话 对于我们的生活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睡眠关于健康并非是迷信 不想短命,抹睡三觉 第一种,吃完饭就开始睡觉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 刚刚吃饱饭立刻就入睡的话 肠胃就会在不停地进行消化和吸收 直到肠胃内的食物排空,而这个过程需要两到三个小时左右 肠胃的工作会带动身体内的其他器官和组织一起工作 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对抗 让消化和吸收不能很好地运转 同时,身体也是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 不仅是造成了肠胃的负担,也增加了睡眠的负担 对健康十分不利 所以,在吃完饭后,不能立即入睡 同时,最好睡觉之前三个小时之内把饭吃完 第二种,睡觉时间混乱 古代人讲究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什么好的照明方法 而要是长期点油灯,也是非常的花钱 但是现在社会的发展,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是有很好的照明 很多年轻人就不由自主地开始熬夜 不管什么原因,熬夜都会造成睡眠时间的混乱 而我们身体的排毒器官,肝脏和肾脏 都是在晚上十一点之后才能进行排毒工作的 要是黑白颠倒,肝脏和肾脏的排毒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身体的毒素就会排不出来 时间长了就会造成疾病 第三种,长时间的睡懒觉 我们健康的作息讲究是早睡早起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群都是晚睡晚起 尤其是在星期天 晚上玩得很晚之后 一觉可以睡到吃中午饭的时间 研究显示 长期的睡懒觉会造成睡眠时间过长 这样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 因此,最健康的睡眠时间 就是在晚上十一点之前进入睡眠状态 早上七点左右起床,可以保证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关于睡觉还有一点 那就是睡觉时切记不用使用以下三种睡觉姿势 一,修罗卧 仰卧 仰卧是我们平时很常见的睡姿 头部方于枕上 两臂治愈身体两侧 两腿自然伸直 这种睡姿其实是一种阿修罗的像 阿修罗又好打抱不平 斗争心很强 用这睡姿的人欲望很强 在睡梦中常与人发生争斗,不安宁 在佛教看来 脸朝上仰卧,一生贪心 有了贪念之后 欲望会越来越重 烦恼也会越来越多 二,畜生卧 左侧卧 左侧卧是指左手压枕头 右手大膝的一种睡姿 此名畜生睡 这种睡姿对生理来说并不好 因为心脏在左边 压着心脏睡不健康 会引致多梦 在佛教看来 左侧而卧增加吃掌 增长吃心 吃心太重就会偏执 为了达到目的不管不顾 最终也逃不过因果 三,饿鬼睡 俯卧 从生理上来讲 俯卧睡眠是睡眠过程中的 一个人体姿势 也就是趴着睡 这种俯卧味的睡眠方式 不但容易压迫内脏 使呼吸不畅 对生殖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年轻人危害更大 儿童若喜欢俯卧 可能肚子里有蛔虫 成人若是俯卧 世俗人说运气也欠佳 要多留一水 佛教说 这种睡姿是恶鬼像 脸朝下俯卧 容易发称心 嗔恨心气 就有可能会做出许多 损害众生利益的事情 而一顶称心火 就能烧功德林了 所以说 如果我们采用正确的 睡觉习惯和姿势 不仅能保持身体健康 同时也能消除业障 那么 如何才能在睡觉的时候 躺着积累福报 消除业障呢 对于一些修行人来说 睡觉不仅仅是 睡觉那么简单 睡觉也可以发心 也可以聚足六度 睡觉也可以发心 躺下以后观察 自己的相续 心态 不能贪睡 同时 睡觉也是保护身体的 一种方法 若是不休息 我们身体就受不了了 身体就毁了 就等于毁坏了运程 休息是为了健康 健康是为了修行 为了保护运程 保护上师 三宝弘法立生的工具 休息也是为了 更好的修行 这是一般的发心 大乘佛法 尤其密宗里讲 睡觉也是一种入定 可以进入大光明的境界 也可以这样发心 把佛或上师 关在心间 一心祈祷 让佛或上师的智慧 与自己的心合二为一 这就是禅定 睡不着更好 就多思维 文修当天的文法内容 不念惜咒语 佛号 心态一放松就睡着了 业障嘛 很多人一念咒 一观想就睡着了 若是不念咒 不观想 就睡不着 越想睡 越精神 很多人睡眠不好 这是改变睡眠 很好的方法 不要总是吃安眠药 对身体不好 不要总想睡不着怎么办 明天工作怎么办 越有睡不着的心 就越着急 越紧张 就越睡不着 你不要把它当回事 睡不着很正常 这也是修行的机会 睡觉时 能保持三门清静 睡觉也是持戒 睡觉时 能一心一意祈祷 睡觉也是禅定 不过 很多时候 虽然睡着了 但总做一些 没有用的梦 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学习 佛陀涅槃时的 吉祥卧一样 也是佛教 提倡的一种睡姿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 许多卧佛佛像 也都是右侧卧字 这种睡姿 采取了 卧须右斜 名吉祥卧的方式 也就是睡觉的时候 右斜而卧 两个脚要弯一点 把它合拢 合起来 右手大拇指 压放在耳垂珠后面 手掌至耳间 好像右手做个枕头 摆在头下一样 舌头顶上额 左手放在身上 这样右斜而握 是吉祥握 这样生理的气血 会从整个后背 往上延伸 即使你是在睡觉当中 还是处于一种 利于修行 利于身心的状态里面 释迦摩尼佛在入涅槃时 头朝向北方 有些论点中说 这意味着说 佛陀殊胜的大乘佛法 将在印度的北方 藏地 汉地等处得以弘扬 所以睡觉时 有些法师要求床位 一定要改 必须头朝北 面朝西 但此处 宋词说朝预方 朝什么方向都可以 只要是吉祥握就行了 否则 种种不如法的握室 会引起各种无名的烦恼 唯有右斜而握 才最有功德 如果有人尝试这样入睡的时候 把手压麻了 可以尝试把手往前放一些 不压到头下 对修行人而言 更是受用无穷的 而且感受也是最多的 人在吉祥握的时候 就把三条麦的绘江点 三江口给折起来了 一折起来 人就不会有欲望了 就不容易漏了 而且吉祥握一折起来 能量就往头上走了 吉祥握的好处 一是不会令睡眠时间空耗 而且充分利用起来 积累不可思议的功德 经典中记载 吉祥握共有四种功德 第一 身体不放松 不会因散乱而产生 不如法的念头和行为 第二 不失正念 狮子是百兽之王 睡眠中不会失去正念 我们依止卧室而睡 也不会忘失修持善法的正念 第三 不会入于酣睡 深度昏睡 而且时刻保持警觉的状态 第四 护起噩梦 可常做吉祥之梦 除此之外 吉祥握还有另一个好处 如果我们在酣睡中离开人间 以此握室 就不会对入三恶道 所以 以前的一些老修行人 都比较注重用这种吉祥握室睡觉 莲花生大事 在六中阴中再三地宣讲 任何一个众生离死前 若是吉祥握 就算业力再深重 罪业再大 也不会多入三恶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言 以前 上师宣讲中阴法门时 再三强调 我们死的时候 吉祥握是最好的 如果自己没有能力 周围的人也影响尽办法帮忙 甚至好牛 恶狗等动物 在奄奄一息时 把他的身体摆成吉祥握 也不会堕入恶去 可见 吉祥握的功德甚大 所以 我们每天在睡觉时 应该记住这个姿势 不管大家最后是否选择 吉祥握的姿势入睡 都可以先睡心 后睡眼 就是睡前 必须保持心态平和 心情愉悦 然后宁静入睡 切记 不要再心情恼怒之余 忧烦之际入睡 说到这里 我们已经了解了 前面所说的 祖先门口中的人睡三觉 命笔止薄的阵地 其实 就是平时的一些睡眠坏习惯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明白后果 却依旧不注重睡眠 也不注意身体保养的话 等日子一天天过去 年岁已高的时候 再想着如何补救 恐怕已经迟了 而且在不良的习惯的状态下入眠 同样起不到应勇的效果 所以 唯有按照正确的习惯入睡 身体才会越来越健康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愿您六十吉祥 法系充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